幸福其实很简单 我们从无数次的路过它 却对它视而不见 爱可以是行动 爱可以是歌声 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勇敢表达 和说不出歌的话 而藏在心里的话 爱要大声唱 跟我们一起向幸福出发 我从未停止行走 一路向前 步伐深远踏实 方能沿着初衷抵达高处 我一直热衷表达 但会说 只能赢得掌声 会听 才能唤起别人的心声 从嘉明到嘉明歌 绕着世界回到起点 蜕变的是阅历 不变的是真诚 我是李嘉明 跟我一起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分享爱的力量 让我们向幸福出发 我在家里是个女汉子 我真的很爱你 真的真的很爱你 这男的就是传说中的 叫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吗 中国人体器官捐赠的志愿书上 有真语的名字 我自愿在我 在生户后 无常捐献器官 以往救他人生命 为社会做贡献 一边是我生我养我的母亲 一边是我真相爱的老婆 你能知道当时的状况吗 对啊 宝宝说 你们早说呀 早说我就提前三年到到了 哦 妈妈 住房里的妈妈 你的腰签 真的不再听明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心中离下门 把爱唱出来 把爱唱出来 把想要说的话 把说不出口话 把藏在心里还 爱要大声唱 把想要说的话 把说不出口话 把想要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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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爱要大声唱 唱不出口话 想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票粉 欢迎大家 本来物是欧婚姓黄金 9999专家 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 新的环境 新的气氛 新的感觉啊 这让我们对生活充满着新的希望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 也可以通过关注投讯视频 投讯图片和新浪微博 了解我们节目更多的动态信息 今天晚上我们同样会邀请 三个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和大家分享他们对生活的感悟 我们把热情的掌声送给他们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鸳鸯金楼 为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委托人 准备了这样的一份幸福礼包 感谢 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有请委托人是一支组合 青春美少女组合 就是农民 每一位大力支持 大力发 竟然又說是犀鳥 暗時農民 暗時農民 竟非喜悲東天遼陽 瘋在小岸老祖 瘋在小岸本 早的時君在敵人 暗時農民 暗時農民 竟非喜悲東天遼陽 瘋在小岸老祖 瘋在小岸本 早的時君最美麗的 青春美少女組合 還沒玩 還有 粉下照相 來來來來來 多拍幾個造型 太可愛了 歡迎你們 歡迎你們 來 有情有情 差不多行了 差不多行了 來 請到舞台前妞 快送給你 我怎麼覺得 我怎麼覺得 有點鬧洞房 是嗎 阿姨們好 阿姨們好 來來 歡迎歡迎 我是覺得 突然有個錯覺 是覺得我們老了 剛才那是個簡單的 現在我給你做一點男的 好 我給你做個男的 好 就一般我們覺得 這個先出的人 不太可能完成的 但是我們阿姨們都行 我這樣劈開了 下面節目主持不了了 你把鞋子搓了 一個放在前面 一個放在後面 來來來 您剛才還能這一字叉 您今年 我今年六十二 六十二 哇 阿姨 您呢 我今年五十九 五十九 我今年五十六 五十六 橙色的 我今年五十六 我是 蘋果美少女 家裡美少女 我是 冬枣美少女 我是 櫻桃美少女 哎呀 我們是 山東特產美少女 說回你 山東特產 我應該說 我是 黃瓜美少女 我在跳舞的時候 我就想 假如你能參加 那就是 井上天花 中國第一 世界第二 你們這不是 你們這不是井上天花 這是井上天草 不是 對 你們叫青春美少女組合 對 需要我加入 對 需要南零五 那不就是 那不就是鮮花插在了那個 你看她們的笑容 她們的自信 她們的活力 所以絕對配得上青春美少女 對 對 嘉明 我想 我們這個組合 就是跳 技舞火爆 創新 不斷的創新 我就想 讓你加入我們這個 組合 阿姨你需要我做什麼 給我拿一發套來 我做幾個動作 我看看你 你知情人怎麼樣 我還不知道呢 我跟你說阿姨教你是看得起你 好好學 來 我跟你學 來 我現在做幾個動作 學阿姨才有發套是嗎 是 是 看哪 這你可以 這個你行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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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得另外一個 拿一個 拿 阿姨 那個翻的 那個翻的 你們這是舞蹈組合 怎麼武術也來了 舞蹈加武術 結合 哈哈 哈哈 來 有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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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放筷在哪裡 我看來 你 絕對沒有 這個太難了阿姨 這個太難了 那你做個簡單的吧 簡單的來個簡單的阿姨 最早教你個簡單的 簡單的 觀眾朋友 我剛才是說錯話 把阿姨給得罪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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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把我給放過的 沒有沒有 跟您學 好 好 你們喜歡你讓他加入 加入我們的組合 先來 男女舞 來阿姨來個簡單一點 男女舞 來個簡單的啊 啊 一二三 四 五 七 八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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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看你家民同學 跳去什麼樣子 哈哈 我就記住一個動作 這個關鍵要扭起來 嗯 哈哈 是這樣嗎 可以嗎 來我們倆一起啊 一二三 一二三 五五 五 六七 八 現在 現在可以給我發套了嗎 可以 下次給你發 阿姨們特別可愛 今天來到我們的現場 是作為委託人來的啊 我覺得像你們這樣歲數的 怎麼也應該帶個孫子啊 帶個孫女兒之類的啊 估計呢大夥都沒時間 這帶孩子就算了 那你們現在還有功夫給老伴燒飯嗎 我們今天呢把我們的美少年們也帶來了 哦 為什麼要帶他們呢 我們要向現場來一個好老公大同學 現場的觀眾 行不行 行 這樣阿姨 謝謝 因為我相信這個美少女組合的美少年一定是英俊瀟灑 在美少年出場之前我覺得應該用一種特別的方式 極為阿姨用舞蹈來引出你們的老公好不好 好嗎 好嗎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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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承認你走的比我傻傻 拜拜啦 你說的謊話 揮揮手 不要你說的話 別再當作我是你的愛情傻瓜 全身比我的大 我自由不再聽話 誰誰誰 忘記我的美 餵餵餵 別跟我的餵 美美美 別再明信對 當愛自由飛 有請青春美少年 一二一一一 一二一一一一一一一 向左轉 下座 欢迎欢迎欢迎 来 叔叔们你们先到我这边来吧 向后转 来先到这边来 先不用认领啊 来 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揭晓 究竟哪位叔叔和哪位阿姨是一对 来上前一步 此时此刻呢 我们的四位阿姨就成为了评委席 因为他们说了 今天我们要举行一个比赛 叫做好老公评选大赛 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位当中啊 谁是最支持自己家的美少女 参加各类文艺活动的 请举手 你怎么不好意思呢 你怎么这么不自信啊 来 请举手 高高举起来 叔叔你 你为什么举着举着又放下来如此害羞 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在做的都这么强 你们当中谁最不支持 只有这位叔叔举手了 但您三位就是都不支持 我不支持 我孙子上一年级 他一个儿子 儿子上班 儿媳妇上班 我也上班 因为上次上次出产 他也是演节目 需要半个月 十几年孩子 所以和平上去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他一演出就是半个月 就出去了 对对对 谁家的美少女 跳舞是最好的 在这个团队当中是最棒的 来 三二一举手啊 考虑一下 三二一请举手 叔叔 不支持他 也是你啊 你觉得你们家跳的最棒的 是吧 你既然跳最棒为什么不让他出去参加比赛呢 你对话上说 我再说 我有托这个 你就是 叔叔 我全有大力支持 叔叔 你就是看要看的 是吧 就是自己看 不想给人家看 是吧 对对对 接下来有我们的四位评审 来进行评选 看看哪一位是最好老公 好不好 我们一件一件事迹来描述 他们家的美少女 火车票都买好了 要出去演出 票都买好了 他老人家不肯放 不愿意 火车票都买好了 我买火车票了 就上楼就出去 半个月吧 半个月 我又上班 二是欺负上班 二是上班 最后是上一年级 把票还买好了 我去把这气量 还有病 把票都买好了 就给我退了 就给退了 不知道全是不看错 全是对不起 各位阿姨 你们觉得呢 她个理由也是对的 因为她家里有老弟 也有 主要是 孩子上学 每日接送 她老伴走了 她自己 没日管了 这个家 这老公 我的老公啊 我当然 现在还不能说给她嘛 对不对 阿姨 刚才 你也觉得她说的合理 是吧 家里这么多的事情 你也表示理解 现在让我老公支持了 今天我这不是又来到这个舞台了吗 什么事情 你突然改变了呢 我们四位评审开始投票 觉得她是一位好老公的请举手 全部通过 四票通过 这第一个就给这么高的分 后面怎么给啊 这位是我们红色美少女的老公 第二位 先不认领 叔叔 据说 你们家的美少女 特别自恋 是吧 一有自己的节目 就一定拉着你 陪她一块看电视 给她加油补教 可是您就是不愿意看 怎么办呢 他们家的美少女 就抱着老公 卡 放到沙发上 比如说 客厅电视在演她的节目 老公不愿意看 老婆从卧室把老公给抱着 抱到客厅 对 您看了吗 抱着你还没看呢 我明明 帅小 怎么又能睡着了呢 我上班 上班了 家里面 是谁家的 谁家的 男的 谁家的 男的 我 阿姨我不相信你能暴动她 男的 就是男的 我抱抱她 先把你抱过去 抱过去之后 直接我们的组合 跳一支舞蹈 看看你能不能睡着 好不好 那阿姨们过来吧 准备节目 不对 您这双脚没理性 好不好 抱起来 来 您在家怎么抱的 在家怎么抱的 大抱 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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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怎么又走回来了 还想抱呢 哈哈哈哈 来 叔叔有请 叔叔有请 你想要抱 抱 我只好跳 跳 转移目标 是什么也不乖乖的 电 爱情棒票 尖叫 吹叫 是什么也不乖乖的 像一张两张勾引我跌倒 小心我会跑 谁不知道 越容易登跑 越容易无聊 我只好忘掉 忘了心感的微笑 别回你心潮 就让你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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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不是不要 有时不敲 有时颠倒 时间还早 事事难料 事事难料 也跳不好 好 好 你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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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不中立的圈套 展示就是展示而已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别跑 不要 不要 不是不要 有时不敲 有时颠倒 时间还早 事事难料 你跳 不好 好 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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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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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着了吗 哈哈 哈哈 还好 来来来 来叔叔们 请让位吧 交给女王 这是我们的第二位叔叔 来 四位评审 请举手表决 觉得第二位是好老公的 请举手 你们是谁也不得罪呀 你商量好的 老公特别好 嗯 除了不愿意看我跳舞 以外特别好 哈哈 从今天开始爱看你跳舞了 第三位 他们家的美少女 在她的儿子 他们的儿子结婚第二天之后呢 就出去演出了 这位先生 这位美少年表现的可高峰亮节了 来给我们自己说说吧 我的儿子娶媳妇 当天上午 接到手机电话 到母电视台 录制节目 我们家的亲朋好友 都已经到了 我说你不在家 孩子的婚事 怎么办 我们就商量了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团体嘛 也是一个团队 平常呢 也在搞一些那个公益活动 嗯 比如说老年 公寓 残疾人 基金会 什么的 他们都参加过 多次得奖 我说商量以后 我说你可以去 去了以后呢 除非我儿子 结完了婚 举行完了婚礼 你再走 我也可以 商量完以后 孩子的婚礼 主持完了 把亲朋好友 下午送走 第二天早上 天不亮 我就把他送到火车上 让他一路顺风 参加他们的集体活动 就这样 谢谢 如果 我们的镜头给特写的话 能看到叔叔讲这一段的时候 眼睛里面是有泪花的 这个泪花代表什么含义 我这是激动的眼泪 因为在这个央视三套 这个平台 给我们哥儿几个 带来了这么好的机遇 那叔叔我问您 儿子娶媳妇激动 还是老婆上电视激动 都激动 都激动 都不得罪 对 这是谁家的呀 我家的 我也知道叔叔为什么不敢惹了 因为这位阿姨会武术 他不敢惹了 对 从九岁练武术 没错 我觉得也有点配对老公 对 在我 谢谢老公 四位 提审 举手表决 一点悬念都没有 有 多一票 我靠近沙发 靠近沙发的都能投票 你是男的不能投票 最多我可以 我就缺一发套了 对吧 对 那这一位其实就没有悬念了 是我们韩阿姨的丈夫 对 韩阿姨的丈夫啊 其实一直都是特别鼓励韩阿姨去学跳舞的 十四年之前 我这个 我比个人一样 要想眼睛盘突出 在这个 没事 阿姨 韩阿姨以前是腰椎间盘突出 对 身体不太好 然后是您建议他去学跳舞 这个人到的年龄啊 他什么病毒丈夫 就是小船 一到春天就成了区儿的 所以说 通过和人生大和姊妹妹 假如跳舞的行李 这身体一天比天好 所以唱一句话 幸福 有个好身体 有个好心情 他真是幸福 一家人幸福 我说的对不对 是 有一个好身体才可以让一家人幸福 所以呢 叔叔才鼓励韩阿姨去学习跳舞 让他更加的快乐 对 我支持我老婆 有个好身体 有个漂亮的脸蛋 人家心里快乐 好身体还要有漂亮的脸蛋 他心里就快乐 心情 各位叔叔得向这位叔叔学习 是吧 王孙长 你手都大 我谢谢我老公 谢谢你 好谢谢 我半年不能动 躺了躺了躺 都是我老公给我 吃饭 吃饭 喝水 拿鱼 全都是他 上厕所 不离不弃 一点都不嫌弃我 到了以后 稍微有点能雇佣了 我对象就带着我出去锻炼 在锻炼的时候碰见了我这些好四妹妹 他就不离过 出来和这些四妹妹 在一块锻炼 加入了他们的这个是不是 就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 没有我老公的支持 我也倒不了这个大舞台 乖 谢谢 好 这还用举手表决吗 我都知道了 对啊 一定是四票通过 四票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皆大欢喜 今天阿姨们 你们是委托人来到现场 给各位叔叔一个礼物吧 上来拥抱一下 亲一个好不好 最实际的礼物 我们需要回避吗 这份礼物非常的珍贵 这是在电视机前旁的观众朋友们的 亲眼目睹的礼物 这里都是在家藏着的礼物 现在我们公开了 再来一个吧 嗯 爽 爽 爽 现在是在家里藏着的 对 藏着 感谢你 我不管怎么样 我在家里是个女汉子 我真的很爱你 真的真的很爱你 这男的就是传说中的 叫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吗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来 第三组要表达感谢了 希望我们两个给我们的孩子 下一代做一个榜样 互敬互爱 向他一个美 很浪漫哦 还是单脚哦 真的很流行哦 可笑你了 这个姿势哦 我们是美少女组合嘛 感谢我老公对我的爱 感谢我老公一直对我的包容 哎 我希望他天天快乐 天天幸福 哎 这个姿势 叔叔 你应该把他抱起来 亲 谢谢吧 爱要大声唱出来 要献歌给老公 唱什么歌 我们要献给老公一首 老公老公 我爱你 我的爱就是你 你知道我爱你 我爱你 天长还会把点脾气 因为爱你我不在意 天长还不如意 就让我们去努力 我会让你想 让你欢喜 只要你爱你 我陪你 老公老公 我爱你 我们永远不顾你 愿你有一个好身体 健康有力气 老公老公 我爱你 我们永远只会无敌 愿你是事都如意 我们不愿意 我们不愿意 老公老公 我爱你 我们永远只会无敌 眼睛有一个好身体 健康有力气 老公老公 我爱你 我们永远只会无敌 愿你是事都如意 我们不愿意 真是幸福的画面啊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明镜的这个收看的是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本来牧师由婚庆黄金 9999专家 约阳金楼独家冠名播出 接下来这位委托人 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一种罕见的病 给这个孩子宣判了死刑 山西郊口县寒家庄村 这个只有50户的村子 是孔振宇的家乡 和别的孩子一样 能走出大山 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是孔振宇小时候的梦想 但是孔振宇发现 自己慢慢的和别的孩子 变得不一样 孔振宇患 患有一种叫做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病 临床表现为 三至五岁时不太蹒跚 多数在十二岁时不能行走 二十岁左右会因为 呼吸衰竭而死亡 得知自己患病之后 孔振宇相当长的时间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叫我憋人都不想跟 憋人说话 因为不能自理 孔振宇每天只能躺在床上 连翻身都要靠父母来帮助 我不想做没有的人 我想做个有价值的人 我们的主人公是一对兄弟 孔振宇孔剑宇 他们俩患有的都是 先天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 哥哥孔振宇他的病情 更严重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振宇基本上 都要依偎在妈妈的身上 今天他们俩作为委托人 来到我们的现场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 从他们的老家到北京 一路波折 我想要问一下 振宇为什么如此坚持 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现场呢 我最为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好 一直抱住我的好心 爸爸妈妈 你们一共有三个孩子是吧 振宇剑宇还有一个妹妹 妈妈对于你们这个家庭来说 其实特别艰难 因为两个孩子都是这样的一个病 四岁的时候 他就是发育很正常 跟正常小孩一样 等四四到六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发病 开始的时候吧 就是说他走路走不往 老是要摔跤 后来我们带他去那个 生儿童药去检查 那个大夫说他就是个 进行性肌营压不良 这种病目前在这个医学上 还没有治疗的办法 老二是在他多大的时候被确诊呢 差不多吧 四家 都是在四岁左右 对都是在四岁左右 这对于你们家庭来说 就是肯定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第二个孩子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家庭压力也很大 家里基本上经济来源是您一个人 是吧 我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基本上就是靠去打家联工 挣点钱 妈妈平时怎么来照顾这兄弟俩的 阿姨这个也不能怪您 我只要一疼他就帮我花生 有时候我想做什么 他们都帮我做 我想买什么 他们都一定会给我买 我想去哪里 他们都带我去 你平时最想去哪里 我就最想去看大海 妈妈怎么带你去的 因为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 我妈妈和我爸爸就带我去了一次 湖口瀑布 在去的路上 在车上 星宝想小变了 星宝想大变了 一路为了去看湖口瀑布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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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为了我 连生命都不过 去 满足我的要求 这也 你为什么想看大海 大海 那么宽阔 宽阔 宽阔 人 为什么那么的渺小 还有一次 我妈妈带我去抗遍 中午了 我饿了 他就 他就 他帮我 把水生带的 钢梁 就是 暖头 给我 搬 搬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 给我放在碗里 因为 在那里 找水 找热水 就找不着 就帮我 接了点冷水 把馒头泡下 泡下 又怕我吃得冷 他 他把食物 吃在 他把馒头 吃在他的嘴里 我热了 又给我 记得 煮热了 又给我 吃到我的嘴里 所以这个画面 你记得特别清楚 我就是 特别对不起 我的后 你觉得妈妈像大海吗 像 对我 无为不自的 挂怀 不管我想 干什么 想做什么 他们一定会 满足我的怨火 我是 来感谢 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 把我 来到这里的 好行的 叔叔阿姨 不容易把我 送到这里 送到这里 上这个舞台 所以你不准哭鼻子 我相信你还准备了 很多很多话 你先想一想 我想请教一下 孔先生 因为我刚才看 爸爸妈妈身体都很健康 您去了那么多医院 最后医生 有没有 就是 孩子的病因 是什么原因呢 是我们两个 这些基因不同 是你们两个人的 基因 基因 基因的问题 这样的几率有 可能我们生 男孩都是这样 今天 妹妹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也看到你哭了 我相信 其实 你是最清楚 爸爸妈妈在为 两个哥哥 做的事情 跟老师和同学 或者家里人 聊过你的理想吗 聊过 想做什么 我想当一名医生 原因是 哥哥的病 然后看到妈妈的哥哥 哥哥照顾 我有些心疼 所以 我想做一名医生 好好努力 一定能实现的 现在女儿也是 妈妈的小棉袄 很懂父母的心 我长大想散学 给老哥看病 给哥哥看病 回报父母 回报父母 回报社会 回报社会 剑宇 因为你和弟弟 特别做委托人 来到现场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 给爸爸妈妈 还有妹妹准备了一首歌 你给我们唱几句好不好 带着弟弟一起唱好吗 好 我为大家唱一首 感恩的心 来 来回报我的爸爸妈妈 和 帮助过我的好选人 我在这里 向他们说一声 谢谢 来 大声地唱 我来自偶然 像一颗城土 有谁扛出 我的脆弱 我来自河川 我的情归何处 谁在下一个不慌我 天地随狂 这条路却难走 我旁边这人间 康阔辛苦 我爱有多少爱 我还有多少泪 要常天知道 我不能说 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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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内心其实一直都有很多的梦想 很多的理想 在2013年的时候 我们的郑宇有过一个想法 我们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孔郑宇偶然在看电视的时候 了解到人过世之后 器官可以捐献给医疗机构 于是他便暗暗做了决定 但他又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捐献 于是偷偷地求人询问当地的记者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伟大 自己的社名没有了 还能压絮憋恶的社名 在这个民风淳朴的黄土高原村庄 逝者即使身体残缺 也要用其他材料补全才能安葬 捐献器官在当地基本没有发生过 经过深思熟虑 孔振宇首先把这个念头告诉了母亲 虽然家里人不理解 可是郑宇一直坚持着努力着 终于父母接受了他的想法 因为他们深知孩子对生命的强烈留恋 2013年 接到郑宇的请求 当地的残联积极配合 在父母的帮助下 小郑宇在捐献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恰完之那一天 郑宇会常高兴 觉得自己的梦想是下来 我的梦想是下来我的情况 就是要出去可以救更多的人 妈妈一直在抹眼泪 其实儿子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妈妈你并不是很赞成 我有一边可不愿意 去开始的时候 我告诉我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 向谁说 向我的父母说我也不对 向我的婆娘说我也不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 怎么就才能 死向我儿子的梦想 后来 他不吃话 每天不吃 他在医院里 只还要帮来 就不能 不吃话 就身体根本 成熟不住 我又不吃话 也想来想去 所以 我这一辈子 没来这点鬼 没来一两点要求 这点鬼要求 也就忙着他吧 在这种情况下 我儿子太勇敢了 他比我强 爸爸刚才短片当中也说 我儿子比自己还伟大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是因为你想在你的生命中 完完全全自己做一次主 是吗 因为我想把我的气管撞下出去 可以 就 和我一样 受苦难的孩子 你是一个男子汉 也 也就是你 2013年9月17号 我们刚看到短片中的 中国人体器官捐赠的志愿书上 有 郑宇的名字 今天把志愿书也特别带到我们的现场了 妹妹有带来 嗯 妹妹你可以念给我们听一下 中国人体器官捐赠自愿书 我已了解器官捐赠的基本知识和有关政策法规 捐赠自愿书上 能忘救他人生命 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 体现的是 人道 博爱 奉献的崇高品德 我自愿在我 在生故后 无常捐献起光 以往救他人生命 为社会做贡献 这不仅仅是心愿 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百分之百完全是你自己 可以决定的 你做完这个决定 这一年你觉得你自己有变化吗 有些会认识我的人 也来到高兴爱护我 我觉得社会对我还是有期待的 你的这个决定是分享你的爱 结果你收获了更多的爱 我也很幸福 有这么多的人高兴我 我也谢谢大家 说得真好 他是一个特别懂得感恩的人 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除了让你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之外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为你做点什么 我们也特别请来了一对姐妹 希望可以让你们成为好朋友 因为你们拥有同样的病况 他们曾经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而且他们现在靠着自己的意志力 已经出版了四本书 给很多的人带来了正能量 来我们有请春满新满 春满新满又一次见到你们了 上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是作为委托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你们可以告诉郑宇 当时医生告诉你们的生命周期是多少 当时我出生的时候 医生跟妈妈讲 因为确诊了这个病以后 医生就说最长的活不过 先说是十岁 二十岁 最长的活不过三十岁 但是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 突破了医生的语言 所以两个小弟弟很可爱 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突破 医生的语言的 郑宇你有一个伟大的妈妈 还有一位伟大的爸爸 所以你够要加油 我带的是 哇塞 麦克风好沉哦 麦克风有点沉 我来帮你拿 来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刚刚出版的 永不放弃 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讲述的是我们北漂母爱的故事 这本书呢 是我们出版的第三本书 旧熟的爱 树尔和姐姐 接听十四年公益热线的一个情感关怀手机 里面有很多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智慧和心灵感受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两本书送给郑宇和他一起分享我们对生命的感恩 好不好 来 我现在可以 好 对于你知道 我曾经在我的人生当中经历过两次最大的痛苦 这两次痛苦和我的疾病没有多大的关系 那是第一次是我姐姐生病的时候病重 病温在医院需要抢救 但是呢 我们家里没有钱送姐姐去医院 只能在门诊输液 但是我姐姐她坚持下来了 那第二次呢 就是我妈妈病重 一直是妈妈照顾我们的生活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妈妈病了 我们才知道家里的顶娘住她了 因为在我和姐姐三岁的时候 爸爸就去世了嘛 那个时候我和姐姐才真正意识到 我们该长大了 不是妈妈照顾我们 而是我们要学会反哺 照顾妈妈 给妈妈治病 所以说刚才我看了 郑宇和她爸爸妈妈的故事 我们特别的感动 一个是她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 一个是郑宇勇敢面对生活 她以一种积极的正能量 去面对生活的精神 很感动我和姐姐 然后呢 我想跟郑宇分享的就是 你今天意识到自己患了这样一种疾病 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生活 那你就要为自己的明天去努力 不只是得到爸爸妈妈的照顾 也要用你的思想 智慧和情感 回报父母 你今天生命的花朵已经赚饭了 我和姐姐祝福你 生命的花能开得永远美丽 激励更多人 我给你们书那有千年了 你不看看 用你们一家人 爱与生命的美丽 激励更多人 勇敢面对生活 感恩生命哦 加油 亲爱的们 大家看到这个照片 是郑宇在台下的时候送给我和姐姐的 是郑宇身体还比现在状况要好一点的时候 那郑宇在后面有请朋友给我们写了一句话 看到了吧 我读一下啊 他说 开开心心活着 不要辜负父母的期望 不要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我和姐姐想把这句话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 我们都要幸福 幸福的前提就是感恩 谢谢你们 你们两个像天使一样来到我们的身边 我也和家和你一样 你一定会的 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 对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好朋友了 希望你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相互的鼓励 多多的支持和交流 郑宇今天来到现场 要感谢爸爸妈妈之外 还有一些好心人要感谢 是不是 你自己告诉我们好不好 台下的那个是 这是我们市里的高主任 吕良新闻办的高主任是吧 很高兴我们今天能把郑宇一家带到这里来 说实话把他们带过来很不容易 我们是一部救护车 带着他们一家 一路上走了两天的时间 郑宇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阳光 非常非常的纯净 非常非常知道感恩的孩子 他们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 非常感谢向幸福出发给了郑宇一个圆梦的机会 他有很多很多的梦想 到向幸福出发来是他其中的一个 你们帮他圆了梦 感谢你们 也谢谢你们 是我的荣幸 也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 那个是彭主任 感谢您 彭主任 这里的刘主任 谢谢你们 这是我的祖师大夫 这是我的护士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那是我的舅舅 还有两个好心的姐姐 收回手 谢谢你们 还有感谢司机叔叔 我才能来到这里 谢谢司机叔叔 您辛苦了 一个都不拉下 我想谢谢大家 不要忘了 你陪我来到这里 谢谢你们 春满新满 今天还特别要带来一首歌 鼓励兄弟俩 那这也 我和姐姐带来一首歌 是为了亲自演唱的 但是唱的一点都不好 不过我跟你说 我已经努力了 尽力了 我不相信 你们俩谦虚了 因为你们俩说话的声音 很好听 你们要唱什么歌 我和姐姐唱一首 烛光里的妈妈 把这首歌 送给我们的母亲 也谢谢郑宇的妈妈和爸爸 是你们的爱 延续了孩子们的生命 但是这份希望 能够给更多人 传递出正能量 让很多人知道 活着真的很美 谢谢 妈妈我想对你说 花到嘴边有烟香 妈妈,我想对你笑 眼里却点点泪花 哦妈妈,祝福你的妈妈 你的黑发,翻起了笑话 哦妈妈,祝福你的妈妈 你的铃铛,迎着着我的天花 哦妈妈,祝福你的妈妈 你的腰弦,真的不再提拔 哦妈妈,祝福你的妈妈 你的腰弦,为何失去的光滑 妈妈呀,你愿意长大 不愿意再带着你的衣机 走过春秋冬夏 谢谢,谢谢春芒心芒 谢谢 没关系 我认识真情期待 我也很感对 没错 谢谢你 再次用掌声感谢春曼星曼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谢谢郑宇加油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大家了解央视综艺的更多动态信息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新浪微博 而且央视综艺当然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即时互动当中 只要你拿起手机打开微博微信 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 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位啊 他很厉害 他是一个养路工 他在高速公路上唱歌 十公里之外开车的人都能够听到他的嗓音 就很棒很嘹亮 那是一段很浪漫的高速公路 来我们有请二妮儿的大姐 大妮儿 我们的家乡在生活的变业上 吹烟在心间的烛房上飘荡 笑话在美丽的村庄堂流淌 一片通白 每个一片高粮 是嘹嘹嘹 是博笑 我们是世代代在这片叶上生活 为它富裕 为它希望 我们的未来 在喜欢的叶叶上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 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 老人们去为 每个孩子都快笑 小伙儿要是你姑娘歌唱 我们是世代代在这片叶上工作 为它幸福 为它穿过 为他幸福 为他幸福 唱得非常好 对 大娘跟二娘没有关系 你是养路工 负责哪一段公路的 请你告诉李贺东段 具体的工作的内容 一般是什么呢 就是在高速公路上 打扫卫生 试试垃圾 修筋 修筋 滑操 负责多长的距离呢 三公里 我是从早上五点来中走 这么早啊 对对对 早晨五点 从哪个时候车烧 车烧 对对 五点来中 然后开始上屋走两趟 下屋走两趟 你通常会在高速公路上 干活干累了 唱什么风格的歌曲 就像刚才那样的吗 对 我喜欢唱破里面老师的歌 像《父老乡亲》呀 《谁不说爱家乡号》这一些歌 彭丽媛老师的歌 我们都爱听 再来一首吧 我生在一个小山河 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我生在一个小山河 多少疼爱 多少怀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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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哦 真棒 但是结婚三年没有孩子 这样婆婆就不太高兴了 这故事一开始就流泪 最可见当时那个情形 她的压力是挺大的 婆婆跟你说什么吗 婆婆没跟我说什么 跟您丈夫说什么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不知道 到后来我才知道 然后跟她对她说 说你看结婚三年都没有孩子 立了吧 是吧 说再找一个生孩子 所以 当时跟您丈夫说之后 您丈夫没有第一时间告诉过您是吧 没有 她没跟我说 其实说实话 她不想立 因为我们俩的感情很好 那肯定 我们感情很好 虽然没有孩子 她对我一直都很好 很关心我 很照顾我 一个是自己深爱的人 一个是爱自己的人 也同时 也同时对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女人 对 加在两个女人当中 您丈夫 您丈夫 最后是怎么来回应自己的妈妈的呢 怎么说来 那就是 瞒着的吧 是 她也 跟妈妈说过 说 你看感情这么好 你离了再招 也不可能招一个 就是说 感情再培养也需要一段时间嘛 所以说 就劝劝 劝劝婆婆 所以你明白王冠 夹在中间的不是她 是她老公 妈妈 这个妈妈的这个心情 我们都能理解 对不对 想抱孙子 抱孙女 对 但是呢 夫妻感情又很好 可能丈夫这边 妈妈说什么 就听着 但是妈妈说的话 是不能给妻子说的 因为这样会伤害夫妻之间的感情 这个时候必须把婆婆请上我们的舞台来了 合适吗 当然合适 当事人啊 必须在场啊 我故事讲的 这个时候就请婆婆上来 这有点火药味哦 欢迎您 阿姨 阿姨啊 当时跟您儿子说 然后您儿子啊 对吧 然后再 对吧 你怎么比我还紧张啊 老人嘛 这个好吗 这样 不好 嘉明哥也说特别能理解您 是你们村里其他的跟您差不多大的老年人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是吧 是 是 是 那个什么 那个 跟他一天结婚点 是吧 都抱了 也都领着回走了 这 您的媳妇 是不要 是 不用啊 是吧 你我这个头脑子 就觉得再不是个字尾 是吧 我就 家里就说 我生气 我说 说 三个星就跟他立了吧 什么的 嗯 您儿子怎么跟您说的 您儿子怎么跟您说的 他说 妈 就掉了眼泪了 妈 不能兴失 咱不能再等等嘛 再等等 是吧 所以那又不生孩子了 是吧 我以后也就 睡不觉 我做梦 都想睡 你 你再是个年员 是吧 到了 我又回想转变了 你说 这媳妇在 我管的 我妈妈的 我好 等一下 您这转变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 我说就是 跟这一说 什么方式 你再到 是吧 最主要是不是 媳妇 其实对您也特别好 是 刷媳 就是家都 管什么都知道 比如贵女还强 比贵女还轻 我一小子 小子 我这么好 我不真的要得罪她 我要呼吸 想起来 哪有时间 要不生孩子的女的 是吧 我就 没等了三年 我就得等五年 十年 我就等下去吧 是吧 我要不找到了 那么多 孙子就来到美后 妈那意思是说 我就不找到了 她就不说了 这要不说了 都放平形态了 可能孩子就会 来到我们家 所以慢慢慢慢 可能她也 就放下了 就顺其自然吧 是 对 我说这回 我不着急了 我说这回 说那个 妈 说这回 说有的有了 爱你 我说这回 阿姨的话 有点听不太懂 您给我们翻一翻 妈的意思就是说 她放平形态以后 06年的时候 哎呀 我觉得老天爷 对我太好了 那时候 拍的就伤身了 哦 这像电影里的情节啊 妈妈是说 那好 我也放平形态了 我尊重小两口 我就等 哎 就是啊 结果 就等着 老天爷说 五年十年 哎 您别等了 孩子有了 对 哎 儿子 女儿 儿子 我 我在台下 我是 梁祖斯人 是 观众 我的前 你说是八年了 我那个 是等了八年哦 哎 不是 在生活好的这里 有孩子都留生了 哎 八年了 八岁了 孩子 都八岁了 哎 呃 前八 八年的以前 我要那个 呃 对不起 我的老师父 多好的婆婆 啊 哈哈 幸好您没坚持啊 要不然您看损失多大呀 说实话 你别看那么简单的 王管 那简单的一句对不起啊 咱们在千千万万的家庭 婆婆要是给儿媳妇说句对不起 是挺需要勇气的 真的 所以 妈妈很开明 您儿子和丈夫都来到我们现场了 是不是 来 来 来 我们掌声有请 来 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当年夹在中间的好男人 好老公 还有小宝宝 还有小宝宝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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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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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都在下面抹眼泪呢 哎呦 我们这个镜头刚才 有捕捉到观众席都已经 来 靠近妻子坐 哇 您这 这架势还 来把话筒递给 看来当时真的是 这还不 这个架势还 对不像你刚才才流 是一直都在流泪 嗯 你有什么话 今天就说出来吧 痛痛快快的说出来 别压在心里 谢谢张力 一边是我生我养我的母亲 一边是我生我养的老婆 哎呀呀 真的 说实话吧 我们是农村人 没有孩子吧 心理压力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一个是没有孩子是不孝 真的 所以说 真的 给我的老婆相知相识 不想放弃 谢谢 我觉得您特别棒 您看您 坚持下来 就看到好的成果了 是吧 孩子 你抹什么眼泪呀 您能知道当时的状况吗 对呀 宝宝说 你们早说呀 早说我就提前三年到到了 你是不是看到爸爸妈妈抹眼泪 你也跟着难受伤心了呀 小宝贝 奶奶疼你吧 疼不疼 疼 疼啊 你叫什么名字 董家明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吗 李家明 认识你很高兴 来握个手 两个家明 你们俩小名都叫家明 我们俩大名也叫家明 经历了很多之后 也更懂得珍惜了 没错 我相信你们之间的情感更重了 是吧 你也更爱这个媳妇了 更爱这个闺女了 对 今天 你来到现场 想要唱歌 给自己的老公 还有婆婆 和儿子 想要跟老公说点什么 当时不容易呀 是的 谢谢老公 当时要不是太坚持 可能没有今天这么幸福的家庭 真的 谢谢老公 幸福之道就在于坚持 家明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爸今天让你坐在那个位置 他不敢坐吗 当年他就是坐在你这个位置 身边都是他最爱的人 今天你来到现场 除了送歌之外 是不是还有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婆婆 我干嘛买了一件衣服 他平时给你买过衣服吗 天天买 一直买 天天买 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媳妇背的 这个衣服有什么特别的语音吗 其实我就想接在这个舞台 我要谢谢妈 因为我从生完孩子两年多以后 我就去高速公路 去上班去了 一直到今天 孩子都是 让妈给带着的 早上起来 我已经五点多钟就要去上班 每时间 给孩子做饭 我每个时间去送孩子 都是让妈给带着的 所以是我要谢谢她 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很漂亮 很漂亮 你看多合身呢 好看 颜色特别鲜艳 阿姨笑一笑 好看 好看 很合身 妈 谢谢你 你辛苦了 以后我会更加孝顺你呢 我唱一首 婆婆就是妈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自从嫁给了她就走进了婆婆的家 我爱要大声唱出来 婆媳相处在一起 我们就是母女俩 暖衣 暖婆婆的手 今生已被唱 轻轻柔柔过爱见 说说知心花 爱是你老人家 不爱你老人家 因为爱是我一个 偷偷爱我的他 不过你家是他 真的是幸福了 而是我让你想想幸福 安度好年华 爱是你老人家 不过你老人家 因为爱是宋马亦 偷偷爱我的他 不过你就是梦 是不是幸福啊 而是我让你想想幸福 安度好年华 安度好年华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婆婆就是妈 我们韩式的中国人 往往会用最简单的语言 表达我们最真的爱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简单的话 让我们的家庭的生活 变得非常的温暖 是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也可以带着您感人的故事 来到我们的现场 亲自点歌唱给对方听 本来牧师由 昏清黄金 9999专家 鸳鸯金楼独家冠名播出 再次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请记住我们的播出时间 是每周二晚上的七点半 央视综艺频道 下周二再见 我爱哭 爱笑 爱闪亮的东西 不爱出风头 我不够成熟 但足够真诚 我不渴望变得多强大 只想把最细微的感动都转达给你 我有个华丽的名字 却喜欢简单的幸福 而幸福其实是一场接力 把爱大声说出来 传下去 我是王冠 跟我一起 向幸福出发